主料,香菇200克,鸡蛋2个,香肠1根,辅料,植物油,食盐,儿童酱油,香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香菇去地,洗净,切薄片,鸡蛋坑入碗中打散,搅拌均匀,香肠切成丁,备用,锅至火上,倒油烧热,倒入蛋液炒至嫩黄色,将其盛出备用。 锅内倒油,烧至七八成热食,放入香菇线,香肠煸炒几下,加盐和少许酱油调味,翻炒两三分钟后,倒入鸡蛋炒匀,淋入香油即可,烹饪技巧。 虽然香肠可开胃柱时,但也含有一定量的亚硝酸呢,儿童不宜多吃,吃香肠时,搭配一些新鲜蔬菜,可以消除有害物质对人体的侵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,别忘了按赞哦。